你问我答 睡睡平安 欢迎收听 姚宁刚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 你问我答 今天是10月15号 那么应该是我们报税的最后一天 个人报税 还有corporation的报税也是最后一天 那么大家呢 千万不要忘记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不过今年呢 又有点不一样 如果我们是在风灾受灾区的居民的话呢 联邦税呢 就是它会有一个延期 延到明年2月3号 所以呢 如果大家还来不及做 或者材料不全的话呢 总算还是有一定性的放宽的期限 所以大家不要匆匆忙忙的去做 如果做错 很麻烦要修改啊什么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有足够的时间 好 那今天呢 我们讨论的 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呢 是这样子的 他说 我是自雇人员 那么我知道 我的医疗保险可以用来去抵税 那么呢 我现在用的是欧巴马care 那我到年底的时候呢 报税的时候 他又让我要补一些税 补一些那个补贴过去 因为我原来拿的补贴比较多 所以我就不知道 我现在有几个数字 一个就是说 我总整个的 我的就是保险的那个价格 还有呢 政府给我补贴以后 我剩余的我每个月交的钱 那现在又要让我补回去一部分钱 我到底用哪个数字来作为我自雇保险的那个deductible 这个呢实际上很简单 你就想一想 他所谓的那你deductible 就是你自己掏出去的钱 那只要你是自己掏出去的钱呢 就可以 如果说 为了简单一点的话呢 就是说 如果你因为收入太高了 他就是一分钱也不可以给你补贴的时候 那你就看他总整个的那个总的premium 需要叫多少 也就是说你看一下 你应该欧巴马care会拿1095A的这个表 表的那个第一个coron 所谓的coron A 就是第一列里头 就是整个的premium是多少 那么用这个去击税就可以了 做你的那个premium 如果你还有部分拿补贴 部分不拿补贴的话呢 那么就是你看看 计算出来的真正可拿的credit是多少 那么去从这个就是整个premium 把它剪掉以后 剩一部分就可以 或者也可以看到你每个月交了多少钱 现在又要让你补回去多少钱 这两个加在一起也可以 这样的话呢 才是你真正的就拿出去的数字 所以用这个东西来计算 那如果你自己报税的话 可能你的software 有很多software我相信是 在这个方面它会自动计算 你就跟它说 而且呢 很多software更好的话 它会看到你有自顾的情况 它会提醒你的 说你这个有买医疗保险没有 然后可以用来抵税 那你用的是欧巴马care 那么它里头计算比较复杂一点 那它也会帮你自动的去计算 我相信因为现在这个作为电脑来讲 这个东西不是个复杂的事情 所以很多事情它会提你去处理 可是呢 你看它做出来以后 那个数字 跟你自己知道的数字 去比较一下是不是对 如果不对的话 那呢 有可能哪儿地方出问题了 或者它的计算方法 或者是你放进去的数据 有点点那个问题 放错位置了 那么都会这样 所以做完以后 一定要把那个表格重新看一遍 每个数字 跟你心中想象的数字 是不是吻合 如果吻合就没事 如果不吻合 要找出原因来 或者是你当时的想法有误 或者是它计算有误 那它计算应该不会有误 那么就是说你把数字 打到那个电脑进去的时候 打出了位置 也会产生这种情况 所以您注意一下 反正是这个 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 好的 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收听 下个礼拜 这个时候再见 请不吻合我来ï 请不吻合我来 请不吻合我来 请不吻合我来